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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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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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公堂之上便见分晓 站住 四姑娘住手 十字皇书 四姑娘 这真是好吓人呐 季先生 好像有什么大狗官要来了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这一定是我保重那个人来了 和尚来了 大人双唐 仓小岚 一手 和尚 一手 和尚 一手 和尚 尚 和尚 我和尚 和尚 一手 她的大印就在桌子上搁着呢 不错 这的确是季晓岚的大印 我说你们这帮啊 到现在了还分不清 谁是季晓岚谁是和珅哪 来啊 把季晓岚给我拖下来 我看你们谁敢 大人 他他他他他有病呢 好好好 你既然口口声声说我是季晓岚 几位 大人 曾记佛几天前 我曾经给你们几位 发过一封密函 都看过了吧 看过看过看过 看了 那上面我只写了十个字 记下来 如果你是和珅的话 现在就请你把这十个字 当场背诵出来 怎么样 背出来背出来 这不公平 不公平 对不起小爷姑娘吓着你了吧 我是想说这很公平啊 你想想看 他背不出来 他进阶 我背不出来 我入大牢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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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公平吗 先生 你一定有高招对不对 你一定有办法是不是 没有啊 完了 完了 好 那你背不出来 容我献丑了 你们四位听好 大人 我给你们的密函上写的十个字是 皇上微服燕城 全宜行事 大人一个字不差 你敢敢闭嘴 你敢闭嘴 你敢闭嘴 季小兰你还有何话可说 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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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既然你说不出什么来 休怪何谋无情了 你冒充国家重臣 罪不容胜 我早就说他是假的 假的 我早就说 假的 来人 将季小兰押入大牢 押入大牢 小月姑娘 无罪是犯 小月 你快去找许仙 找他有什么用啊 先生 今天晚上我去节育 你听我的 快去找许仙 走 走 先生 快去 走 快去啊 退堂 退堂 大人来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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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许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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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姑娘故意把皇上引到此地 于书方能够见到皇上 请皇上饶恕其冒犯之罪 朕下旨禁止十四叔离开云中 十四叔为何抗旨啊 皇上不可再找什么民间生母了 十四叔 朕的绅士之谜 是一定要揭开的 皇上是四阿哥亲生的 太后是皇上的亲娘 何来的绅士之谜呢 那那半片金锁呢 金锁 那金锁是假的 十四叔既然认为那金锁是假的 为何还要把金锁还给朕呢 这金锁背后一定有个大阴谋 什么 有人利用金锁制造谣言 山峰点火皇上请入上当呢 奶娘自幼府于朕长大 她是不会欺骗朕的 如果四阿哥是一谋所生的 她的事我怎么能够清楚呢 皇上是四阿哥的亲骨骤 太后是皇上的生母 这奶娘临死制造谣言 定有内情 即使是谣言 朕也一定要追出主谋 皇上已经被引到燕城来了 这里十分危险 于叔抗制而来 就是想劝皇上速速回京 四叔 朕已经找到了另外半片金锁 金锁找着了 朕的绅士之谜就要揭开了 皇上 这就更可疑了 有人一步步把您引游陷阱之中 皇上一定要即刻离开燕城 在这种时刻 朕怎么能离开呢 皇上危在旦夕 不要多说了 朕是一定要见一见白娘子的 皇上 十四叔 你必须火速地离开燕城 四姑娘 十四叔 我要离开 也请皇上和我一起离开 你放肆 你知道这是欺君大罪吗 我这一生犯下的欺君之罪 何止一条 雍正给我加的罪名 我数都数不过来 再多加一条 雍正给我何妨 十四叔 我会带你回京城的 到了京城 皇上要杀要剐 我都无怨 十四叔的心意朕领了 不过季晓岚在燕城 身负重任朕不能留下的一个人 我是皇家人 只做皇家事 你引提 你反了 走 皇上 快走 报告安 人交给你了 四姑娘 你听我说 绑架皇上乃欺君大罪呀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的事我能不管吗 你 你为何不夺 看完那些 没有鲜血方能表白 是重大的 菩萨 菩萨 你把我的儿子又送回来了 是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他在哪儿 他在哪儿 来人哪 快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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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这东西是怎么来的吗 你们知道这东西是怎么来的吗 不知道啊 那你们看见谁进佛堂了 你们看见谁进佛堂了吗 没有 没有 不 他就在府中 他就在我身边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他回来了 他回来了 你 你 我 你 我 ken 你 你 你 蓝夫人 对不起 我不肇事你 我还以为是 你的伤很重 不能随便乱动啊 莫愁没有想到 都这么晚了 老夫人还不休息 我睡不着啊 老夫人怎么了 你看 这 今天晚上 有人把这半个经锁 放进了佛堂 你知道 我们府里的规矩 是很严格的 一般下人 是不可能随便进佛堂的 那 只有外来的人呢 对 只有外来的人才会进去 可是你的伤这么重 不可能下床 我想 只有他 只有他 姑娘 你告诉我 那个自称许仙的人 到底是谁 他 我看他不是你的兄长 你们完全没有兄妹的样子 你对他那么毕恭毕敬 完全不是妹妹对哥哥的感情 老夫人 你都全看出来了 你说 这经锁 是他的 对不对 老夫人 我真的不能说 莫愁姑娘 老夫人 你归不得 归不得 我等着半个经锁 已经等了几十年了 几十年来 我流的眼泪比江河还要长 天可怜见 今天这半个经锁回来了 姑娘 我求求你 你就告诉我 好 老夫人 你先起来 先起来 慢慢说嘛 不 你不告诉我 我就不起来 老夫人 好 我说 你说 他是不是我的儿子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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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老夫人 你现在可以起来了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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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老夫人 朱薄皮啊 还值得来看看我 不错不错 犯人还抽烟 你岂有此理 别生气 别生气 气坏了身子 我担当不起啊 你懂不懂玉瑰呀 谁让他抽烟的 是我 混账东西 给我滚出来 滚出来 何大人 小人 该死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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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下去吧 这儿 都下去吧 大人让你们下去 快下去 大人 小人我 正替您教训这季晓兰这小子呢 胡家虎 我算是看到了 哎 胡可真是猛虎 这胡啊 是只臭胡 行了 你下去吧 我和季先生 喝点酒 大人 我给您倒酒啊 不用不用 你下去吧 大人 我得保护你 万一这季晓兰 要向您行刺 小人我要用生命和鲜血 来保护您啊 行了行了 啊 滚 知道啊 让你滚呢 来 来 季先生 你自己拿着 来来来来 怎么样 嗯 好酒 真是好酒 来来来来 请 哎呀到底是记下来啊 一尝就知道 真是好酒啊 实不相反 这酒是我从京城带来的 你这舍不得喝哟 行了吧 何大人 有这样的好酒 你还能不孝敬皇上 来来来来 喝一口 嗯 说实话 这酒啊 只能与知音分享 堂堂何大人 你的知音会在牢里 对 三国使曹操煮酒论英孝 嗯 他对刘备说 天下英雄 唯使君与操儿 今夜 和某有同感啊 何大人 大奸与大善岂能并列 哎 你这是夸我呢 还是损我呢 行行行行 君忠我奸 君怜我贪 君贤我恶 嗯 行吧 天下清明被你占光 天下恶明被我占光 那你我 岂能不饮上一杯啊 嗯 好 饮上一杯 何大人 咱们还是得说点正事嘛 说 燕城这帮贪官哪 把人吃的粮食 换成了牲口吃的 夫糠和草料 这件事 何大人可知道 哦 我知道 那何大人不觉得惭愧吗 我背绝欣慰 为什么 季先生有所不知啊 这一斤口粮啊 可以换三斤福糠 这就等于 原本能救活一个人的粮食 现在可以救活三个人了 可福糠是给牲口吃的 不是给人吃的 哎呀 灾民还算人吗 你说什么 哎呀 你不要把眼睛等那么大 你知道不知道 行将饿死的人 就不是人了 那就是畜生 只要能活着 还什么福糠啊 那是好东西 草根树皮 泥土 都可以吃 此话出自堂堂何大人之口 真是令人震惊 你当然感到震惊 你是一记书生 你只会在书斋里手捧圣贤书 骂骂当朝者而已 不公自当抨击 哎呀 你干嘛火气这么大 来来来来 喝酒喝酒 来来来来来 鸡先生 哎你见过这个吃 观音土活活 仗死的人吗 什么是观音土啊 你看看你不知道 我再问你 你见过这千里平原 所有树木的树皮 都被啃光的情形吗 一字而识 你当然听说过 那是史书上的四个字而已 我是亲眼见过的呀 这换孩子吃啊 就是锅里的一堆肉 你以为我毫无人性 是不是 你以为我只知道贪钱敛财 是不是 我亲自到灾区去过 到那一看我心都凉了 我这才知道 不管朝廷发现多少旧灾的粮食 永远也不够 如果我不设法变通一下 那你在灾区看到就不是灾民 而是白骨喽 这 赈灾的粮款不够 可以向朝廷再请求播放吗 朝廷 你知道国库还剩多少银子 你不知道 你根本就不知道 争大小金川 品种嘎尔布 眼下国库就是个空壳子了 你知道不知道 可朝廷还是发了赈灾粮款呢 我看了他们的账本 所有的赈灾粮款 全都进了这个薛大老板的钱庄了 可不能这么说 薛大老板可是个神通广大的人 一文钱进去 两文钱出来 我这才有足够的钱去救济灾民呢 我看了他们的账本了 大大小小的官员 全都在侵吞着救灾的粮款 救民先救官 官都活不了 还救什么名 荒唐 这是事实 千千万万的灾民 谁去发给他们赈灾粮款 是你发 还是我发 还不是靠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 喂饱了他们 他们才肯给我去卖命 这乃旷顾之谬论 贪污受贿 居然还有了大道理 这是几十年官患生涯换来的大道理 这是千千万万喜灵灵的事实 换来的新道理呀 季先生 但你怎么就不懂呢 实军奉务 为军奋勇 点点滴滴皆是民旨民高贺大人 你怎么忍心再在鸡民的口中 去偷出一粒粮食来呢 又来了 行行行行 喝酒喝酒喝酒 喝酒喝酒 烧碍不燥 喝酒 官字怎么写 上下两个口 先要喂饱上面一个口 才能再求喂下面一个口 宋有包公 名有海瑞 康熙朝有施工 代代清官 愧杀大人也 对对对对 清官的确令人敬 可清官也令人问呀 何大人 您就是无敬无畏 所以才无法无天 那我问你 古往今来 多少清官 多少贪官 清官如凤毛麟角 贪官如黄河之杀 对呀 那我不依靠他们 我依靠谁呀 我这个军机大臣 要是没有他们撑着 那就是个屁 我容易吗 何大人来来来 倒酒 好酒好酒 来 既然何大人觉得贪污有这么多的道理 那你干嘛还要毁账本 哎呀毁也好不毁也好 没什么意义 你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毁了就的 你还可以写出一本新的来吗 那太好办了 你可以把我脑袋砍下来 这账本不就彻底的毁了吗 你以为我没有想过呀 但是 我说了不算 在这说 季先生这大秦国第一才子的脑袋 我还真舍不了 我只是想让你做几天班房而已 我明白了 何大人是想把我跟皇上分开 对不对 对对对对 皇上一回京 我马上放了你 你以为皇上就查不出这账本来了 皇上正忙着寻找他的生母 顾不了这些事 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 真是令人佩服啊 说实话 这漫朝文武 我最不想得罪的 就是季大人咯 可是我常常得罪的就是何大人 这不又回到那句话了吗 天下英雄 唯使君欲操尔 何谋 未能有你这样的对手 悲甘荣誓 哎呀 哎呀 能为天下第一大贪官赏识 真是我季小兰的 不信啊 喝酒 喝酒 哎 干一下干一下 大叔 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悬赏集团 听说要拿十四碗 十四碗 这主意好 让你躲 让你躲 好你个许仙 我看你这回往哪儿躲 你怎么回事 你不是石 你要找的这个人 就在刘老夫人的崽子里 你怎么知道 你别走 快说呀 莫愁受伤了 她在照顾我 阿姐受伤了 那刘老夫人追到哪儿啊 抓住他 抓住他 看见是情乱 给我拿下 快走 站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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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王爷 快走 你们俩别走 喂 阿姐受伤了 刘老夫人 没愁姑娘的伤 好啊 好多了 谢谢您 我听莫愁姑娘说 您的身子也不好 多歇着吧 人老了 不中用了 一下就轰过去了 没事的 没事 我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半片金锁 还给你呀 这不是我的 许公子想不想听一听 这半片金锁的故事啊 在下洗耳恭听 好 那是我年轻时候的事了 我原本是京郊农村的 一个农家女子 有一天 突然来了两位打猎的富家公子 这两位公子 大的叫小的十四弟 那小的叫大的 四哥 四哥 他们姓什么 姓爱 爱心觉罗的爱 爱心觉罗 四公子打猎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 就到我的山中茅舍去养伤 是我一直照料他 正像戏文里唱的那样 日久生情 我们就私定终身 那这金锁呢 这金锁是长生锁 是给婴儿带的 婴儿 嗯 我跟四公子有了孩子 生下了一个男孩 一个男孩啊 对 那后来这男孩怎么样 这个男孩 是火了 搞火了 你别怕 有我在有我在 老夫人即将是火了 我们快去看看 快去看看快去看看 你们几个照顾老太太 其余的人就火 怎么是你 不行啊 你怎么打着呢 我打的就是你 莫愁怎么受伤了 消息还挺灵通 还知道莫愁受伤了 当然了 我杜晓月是什么人呢 能掐会算 我一算你们就待在这儿 可是我想进来找你们 门口的愣是不让我进来 那你怎么进来了 我火上来了 我就给他们放了一把火 是你放了一把火呀 对呀 放心吧 我只是烧了马厩草料 不碍事的 哦哦哦哦哦哦 季先生还好吧 我就是专门为这个事而来的 他怎么样 搬和珅搬得很过瘾吧 他坐牢了 坐牢了 对啊 真的和珅到烟城来了 一下就拆穿了季先生 你怎么不早说呢 你敢凶我 季先生若有不测 我拿你试问 我阿杰要学有什么不测 我拿你试问 不对 拿你试问 喂 何大人 皇上一直没回客厂来呀 外面有什么动静 全城都翻遍了 可就是没有皇上的下落呀 他好像失踪了 皇上失踪了 难道 他不想找季晓岚 大人 这件事情 实在是有点蹊跷啊 皇上 会不会回京了 宫里有信 皇上根本就没回去 那就奇怪了 皇上躲起来干什么呀 这正是我们最担心的地方 皇上一天不离开燕城 燕城就一天不得安宁 我们的心就永远踏实不下来 对呀 万一皇上出现 季晓岚死里逃生 那可就糟了 得想折 想折 有了 老大 近来太后又病了 咱不妨把这个消息想法通知皇上 皇上一听 就会立刻赶回京城 好 这一回我让全城衙役都出动 你云哲府无罪 再调一只人马来协助我们 我就不信找不到皇上 何大人 告辞了 告辞了 何大人 轿子给您备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走 这都是粮食做的呀 现在燕城真的闹饥荒 带上他 振机灾民吧 您真是燕城的大恩人哪 来 何珍来了 上去告状 何珍啊 你疯了 找他告状不找死吗 这回你告就一定赢 那我拿什么告也没状子啊 状子 干嘛 干嘛 借饼借饼 完了 就两个子啊 快去吧 这回救济小兰全靠你了 停轿 停轿 裸轿 放这一下 杜晓月 你又跑这儿来撒野来了 我来告状 你又要告谁啊 轿子里是谁 我去告谁 放肆 轿子里做的是河神河大人 没错 就是告他 这状子叫他自己看看 反了你了 我还替你递状子 我先告你一个犯上之罪 朱伯萍 把状子递过来 渣 拿去吧 大人 这杜晓月她吃了豹子胆了 递什么鸟状子 您千万别理他 递给我 这儿 皇上 雪仙 你这不是害我吗 哪有两个字的状子 你放心吧 和尚要不准你的状子 我就拜你为师 好 那你这个徒弟我收定了 朱伯萍 过来说话 这儿 何大人 这件状子被冬小哥 我 就算收下了 大人 是 别废话 过去跟他说 这儿 冬小月 过来过来 大人 大人 准理状子了 真的 你这状子里写的是啥呀 想知道吗 就不告诉你 许仙 真准嘞 小月 拜我为师吧 你恨 哈哈哈哈 公子 请你救救王爷 现在只有公子 才能救王爷 现在只有公子 一个过气的王爷 值得你如此牺牲吗 在阿四的心中 只有王爷一个人 你口口声声都是为了王爷 难道 你就不知道我对你的心吗 阿四明白 但是王爷有恩在先 阿四宁死 也不能做忘恩负义的小人 你这又是何苦呢 公子若不施援手 阿四只有以死相训 四姑娘 这件事 公子 阿四以前 的确是想利用公子 但是今天我坦诚相告 只要公子能救十四王爷 阿四愿意以身相许 笑话 我康安乃顶天立地的汉子 岂能趁人之危 用此条件交换 四姑娘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公子 你答应了 我救不了十四王爷 但这块金牌可以救他 我救了 我救得十四王爷 旅行 我救救救他 常 最后 我救救他 你不救救他 你还哎你 идんです 何大人素有白面包公之威呀 你一升堂 他哪个刁民敢不服啊 我现在已经成了被告 我还怎么省着这案子 什么原告被告的 那杜晓月乃是个刁民 大人您甭理他 杜晓月可以不理 可他这份状子不能不理 大人这衙门是拔字开 我不让他进来 他就进不来 放屁 有些话不是捡起来 就可以随便说的 你们这些地方官员 以为手中有那么一点权势 就可以一手遮天 你们知道天有多大吗 你们知道这件案子的背后 大人 这件案子就这么重要 重要 十分的重要 非神不可 大人您看这个 我 好了 别多问了 生堂 生堂 派人去带季晓月 去带季晓月 这 季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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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你上去 是不是要放我出去啊 放你出去 你显得倒霉 我看大人一升堂啊 亲自打板子 中了啊 成军 送你到新疆去种树 朱博皮 你可千万不要吓唬我 我是个书生 书生胆子小 下你 走吧 记得烟袋 要是打板子 我要亲自打 不打得你屁股开花啊 我那猪子 我倒过来写 把猪倒过来 那还是猪啊 你 季晓月 你忘了 你让我钻桌子那当个事了 这么好玩的事 我怎么会给他忘了呢 好玩 要是怕你冲了军 我让你把全城客栈的桌子 钻个遍 朱博皮 这个钻桌子的它是猪 人是不会钻桌子的 走吧 好好好 走走走走走 朱博皮 你把手伸出来 干嘛 挥了我 给你留个念想 季晓岚 你 微乎 走 好 启禀大人 季晓岚带到 这公堂之上咱们又见面了啊 季 季晓岚你 少来这套 季晓岚 跪下 大人让你跪下呢 一龙了 啊 啊 说什么呢 我没龙他龙了 哎 季晓岚 大人让你跪下呢 放肆 你不就是季晓岚吗 哎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季晓岚 季晓岚是你身边那位她才是季晓岚呢 放肆 顽固不患 再不跪我可就要打了 该打 我来 行行行行行 站着 站着就站着 大人 这 站着就让她站着吧 来啊 带圆盖 跪 先生 晓岳 哎 好样 先生 我已经找到许仙了 我知道 要不然就不会有这一堂了 公堂之称 不许私语 杜晓岳 你这次又告谁啊 告她 她是假的和珅 把你们都骗了 光堂 本案是一清二楚 这是何大 你竟敢颠倒黑白 我已经找到证人了 你问了证人你就明白了 证人 对啊 哈哈哈哈 证人一定是你收买的 不算数 不算数 你这是个婚官 哎哎 堂堂刘大人 居然不敢见证人 这真太可笑了吧 我 我怕见证人 来啊 带证人 带证人 太阳了 我们看这家人 有三条路B 他们是由败而来 大人小心的 何大人就是何大人 任何证人都不算数 何大人 你放心 不管什么证人 我都让他受罪一证 这个证人恐怕非同小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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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让你 啊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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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感谢观看